很多人喜欢看电影 不过算一算你看的电影有没有超过40部还是400部呢 有一位超级影师他看的电影高达4300部 而且他国三开始超过10年从未间断 为每一部他看的电影写影评 培养出独到的电影竞赏能力 他还曾经自制8厘米短片 也珍藏了很多早期电影的周边产品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超级影师 从1901年的美里夜魔幻电影音乐会 1939年的乱世佳人 1969年的男人真命苦 一直到2013年的地心引力 40年来看过的电影累积高达4300多部 师生会出书细数他的影痴之路 其实以四五年级生来说 小时候是没什么娱乐的 不像现在有KTV可以上网 甚至现在很多年轻人可以参加热音社热舞社 在那个我们小时候大概国中 国小的时候 大概都只有看电影这个娱乐 出生在娱乐产业上未蓬勃的1960年代 师生会自嘲 他不善球类运动又个性孤僻 看电影是他的最佳娱乐 而点燃他心中那把电影之火的 是这一部1964年的经典西部片 因为是一个很阳刚很man 那那个男主角叫克林伊斯威特 从小就非常喜欢他 他是我的偶像 所以如果说点燃了我看电影的热情的话 是荒野大标课 当时的师生辉还只是个国三生 别人打球发泄经历 他却像是那个时代的文青般 着手写下一本本的电影笔记 那个时候觉得这个少年维特的烦恼 看了电影总是希望对人生有些启发 总是要写一些心得 一开始写的笔记 现在看起来非常的稚嫩 那后来其实慢慢也练就出一些 欣赏电影的一些能力 那当然了那个也被一些人向重 所以也找我去一些杂志上 写电影相关的一些评论 从电影笔记到电影杂志的投稿 再到专栏直笔 一度与吴念珍和小野齐名 差别只在于这两个人 后来都成了电影导演 师生辉只有在大一那年的暑假 拍下了人生中唯一的一部短片 这个是我当年拍八厘米片子的片头 我的片名就叫门神 纯手工字卡 分镜表和拍摄大纲 当年是如此的杨春与客难 尽管如此 不过这可没有交系 他对看电影的热情 多年的珍藏本事 也成了他资深影迷的最佳证据 细数电影文化的演进 师生辉坦言 自己也曾经历老旧电影院 以动物奇观之名 撕播情色片的年代 就等着确定那个里头没有警察之后 一般师生会脑海中仿佛有做电影资料库 还能进行交叉比对分门归类 我觉得中国电影有很有趣的一个元素 就是三个男人 我想这个起源可能来自于 三个原因的刘关章 那大家很有名的就是 最有名的就是英雄本色 周润发 狄龙跟张国荣 那还有王家卫的春光诈蟹 张国荣 梁朝伟跟张震 那么最近的就是海阔天空 大陆片 黄晓明 佟大伟跟邓超 同名状就是刘德华 李连杰跟金城武 有的人说我用底片来写我的自传 可能我用电影来写我的自传 一张全票靠走道 这句话师生辉对着售票口说了数千次 未来也还会继续下去